随着英国科技公司 戴森公司宣布终止电动车项目 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徐方达说 我国政府将不会提供 相应的电动车奖励给戴森 徐方达在国会回答议员提问 有关戴森上个月 终止电动车项目带来的冲击时说 贸工部将会研究 给戴森其他项目的奖励措施 许方达说 戴森选择腰斩在本地的电动车计划 但是其他公司已经表达了 在我国发展智慧通勤方案的兴趣